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腌制所以必须要把鱼片的上下两面都要水都要沾干净 让它保持干燥 有利于吸出水分 表面的水分有利于在腌制的时候 调料的滋味能更充分地浸透在里面 腌制的时候需要的调料有葱一根 还有这么一小块的姜 根据量 我这是三片 这是三片鱼片的量 这个葱呢 我一般呢就是斜刀 切成这样就可以 姜最好嘛 切成这种小块 为了方便于腌制 我习惯是用咱们这个那个袋啊 把它先 保鲜袋 把鱼片呢 分开了放好 竖着放 横着放 都没有问题 把切好的葱 放里面 还有姜小块放里面 我还准备了差不多有15毫升的生抽 倒进去 排出去 口袋里的密封袋里的空气 给它密封好了 然后咱们给它做一个按摩啊 为什么用这口袋呢 我觉得这样按摩起来吧 一是 主要还是为了充分让它吸收 用腌制的汤汁 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 而且简单 弄脏双手的概率很低的哦 习惯吧 按个人的习惯而定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啦 最好放到冰箱里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可以 时间长呢 就Ruber比较更彻底一些 时间短呢 因为我表面还要第二次操作的时候 还要撒上一些干淀粉 它就比较酥爽 好 我们把这个放到冰箱里 鱼片呢已经放在冰箱里 让它入味了 利用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那个奶油的南瓜汤做一下 这个南瓜汤呢 一般呢就用南瓜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然后我又选了几个胡萝卜 我找到了一个窍门 就把这个南瓜呀 洗干净 用刷子呢 咱们给它认真的把表皮呢 那些污垢都刷掉 刷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整个的南瓜 放到蒸锅里 让它浸在水里面啊 水不要扑出来 然后就开始就是打火 就开始给它蒸 这个呢 这个状态呢 就是我差不多蒸了有45分钟吧 或者50分钟啊 各家的火力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这个南瓜呢 大概其蒸了有将近50分钟 就已经软到这种程度了 另外呢 我还选了差不多咱们的胡萝卜一般 大概其都是这样长的 切一半就可以了 也是在蒸南瓜的时候 把这个胡萝卜呢 和南瓜呢 一起蒸制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需要的配料 洋葱切碎 待会儿要进行炒制的啊 给南瓜汤做一个底儿 这样呢 在操作的时候呢 调料呢 它会有一个符合的味道 吃起来就更加有感觉 蒜 我准备了四颗 再也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切好了 下面呢 我们点火 烧锅 OK 我们把洋葱末 还有蒜末 放进去炒 香气扑鼻了 在做美食的时候 我觉得符合味是很重要的 感觉要一咀嚼 你能分辨出很多的味道 特别有满足感 我喜欢做一些美食吧 嗯 我可以在家里面呢 在厨房里 我可以每天平均可以六七个小时 连炒 再做 再收拾 我觉得挺满足的 慢慢提高自己的厨艺吧 也是一种享受 我在家里面基本上现在是做美食 开始 锻炼身体 一周呢 差不多是有一个半小时啊 一周每天或者是隔一天 训练腐肌 UPS 还有那个什么臂力锻炼 坚持锻炼啊 好了 现在这个辅料已经炒制的差不多了 关火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铁锅 你看 一旦它烧到了一定的程度 散热就是比较慢了啊 制造美味的时刻就到了 先不着急盛出来啊 如果耐炒的东西 尤其是这些做底的辅料 让它先不要盛出来呢 如果你不着急啊 进行下一个操作的时候 让它留在锅里继续花费它的调料的味道 释放出来 好 让它继续释放着 我们现在 把刚才我介绍的蒸好的南瓜 我一般不去皮 这样做出的南瓜的汤的颜色更好啊 我的经验 但是籽我是要去掉的啊 籽一定要挑干净 皮嘛 皮嘛 可以不用啊 但是既然它掉下一块了 我就请它下去了 嗯 放在搅拌机里 把我们蒸制好的 这都是蒸熟了的啊 食材 放进去 使命完成了 一起放到搅碎机里面 好 边打奶油 从冰箱里拿出来 放进去 这大概其实一百 一百八十五毫升 把它打碎 看来有点粘稠 我还要需要加点水 好 观察一下 看行不行 可以了 我觉得是可以了 好 我们把已经打好的南瓜汁 我们给它倒出来啊 好 现在点火 好 我们给烧制一下 好 再往里面加大概其 刚才我倒的应该是 差不多八十毫升 好 看你自己想吃浓稠的 还是比较稍微稀一点的啊 好 让它慢慢煮着 咱们的那个 南瓜奶油汤呢 正在煮制当中 嗯 利用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鱼片 鱼片腌制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鱼片进行相煎咯 好 再揉一揉啊 揉一揉再出咱们的密封仓 好我们进行 把鱼片进行第二次调味 第二次调味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黑胡椒 用手操作应该比较更匀一些啊 好给它抹匀了 这是第一道调料啊 第二道调料 我本人喜欢吃蒜 所以呢我稍微再点点蒜末 如果不想吃蒜的 或者对蒜过敏的啊 对蒜没有感情的 可以不用啊 好 第三个佐料呢 如果口重的人啊 你们还可以稍微再点点盐 我刚才腌制的时候 虽然没放盐 但是我放了生抽了 我口比较清淡 我是不放盐的啊 如果呢 喜欢放盐的也可以放点 那我就稍微 加一点点吧 照顾到大家的口味 好嘞 最重要的一步来了啊 这是保证我们鱼片煎出来的比较完整 而且呢 定型 酥脆的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玉米淀粉 如果不喜欢吃淀粉的时候呢 我年轻的时候也不爱吃淀粉 觉得淀粉呢 吃了吧 容易长肉 长胖啊 很小心的吃 但是 现在呢 自从我对美食感兴趣了之后呢 主要是制作美食感兴趣了 我就觉得这个淀粉啊 是个好东西 尤其是在煎炸的时候 真是香脆定型啊 煎出来的很有迈向 刚才锅已经热了啊 我就直接倒油了 刚才锅热的都已经冒烟了 下面我们放油 好 我最喜欢听见的就是 这种 铸铁锅 炒菜的这种 下去之后 嘶嘶啦啦的声音 很动听的 下去之后 不要翻动它啊 一定让它定型了之后 你再翻 否则的话 你撒多少玉米淀粉 都不行 都会导致破碎 下面我们把火调小 下一步就是等候咯 下一步就是等候咯 它一旦定型了 就要多翻一翻了啊 好 这块就可以了 你可以给它盛出来了 翻面去 这块有点破了被我 好 整理一下 看看我们的奶油汤 还在制作当中呢 可能火力有点不太够 火有点小 所以时间就花的长一点 翻一下看一下 嗯 这块比较厚 所以要煎的时间长一点 好吃完整啊 侧着 起锅 好 就剩这一块了 这一块是因为稍微有点厚了啊 好 也可以了 基本完整 好 关火 整理一下 下面呢 我们再点一点点 黑胡椒 这个黑胡椒点不点两可啊 好嘞 今天我们制作的香煎鱼片配芦笋 还有奶油南瓜汤就已经制作好了 旁边呢我配了一个水果拼盘 叫豆沙南瓜饼 好吧 今天我们录制的这两道美食就结束了 下方呢就是我的联系方式 有喜欢我和喜欢我做美食的朋友们 可以和我直接沟通联系 我们互相切磋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50家的朋友们 我很爱你们 咱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宝贝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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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我打脱了 我不会 这就是什么 我打脱了 我打脱了